大家好,我是小玲。 大家平时使用台湾客运涂装去玩巴士模拟游戏,都是希望在游戏中感受台湾的感觉。 这款最近的热门赛车游戏,就可以令大家感受台湾街道风情。 台湾驾驶赛车竞速XY送源模拟,制作公司过去也推过不少模拟驾驶游戏,其中的日本主题作品也是比较多人认识。 游戏有两个模式,外送模式和赛车模式。 看到这个界面,都感受到台湾的街道风情吧! 我选机车 进入外送模式后,就会成为外送员,而初始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吧? 对,就是龙山寺。 看看四周的风貌也不错吧? 。 之后把手机上限制订单。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 在驾驶之前,可以先设定控制方法和按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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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要外送的餐点 第一个外送任务是到田不拉摊商 那些摊商的招牌都很像 够出发咯 搞笑原来客人就在摊商旁边 你好 这是你的外送 谢谢 辛苦你了 超快就送到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外送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我都会给你了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你再给你了 今天天气感觉是很高兴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这是有外送的餐点 第二个外送任务是到臭豆腐摊商 有受猪血汤 面线户 看到就肚饿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游戏不足的地方就是难控 又不可以设定灵敏度 不小心撞倒就会播放广告 游戏没开放 游戏落ф私行走 游戏 licor行往后 我扮演一段时间来 游戏要路行走 游户有空 游戏要路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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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你的外送 谢谢 这么快就到了 谢谢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竟然来到剥皮寮历史街区 我在少年也来过这里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台北旅游影片 第二日行程就是剥皮寮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 地图范围只有在龙山寺和蒙甲公园一带 最初玩时不知道 想去西门庭看看 最后当然去不了 去看看龙山寺捷运站一号出口吧 其实外观 地砖和虎手也很像 就是人不够多 看看路上的交通 基本上只有计程车和台北客运307号公车 再近一点看 公车的左手面竟然是车门 真的假的 至сть 这些都是小瑕疵,不用走心,反而那个地图无法放大和没有简单的标示才是问题。 如果没有自行看Google地图或对猛假有一定认识,就很容易迷失和不知道在哪。 接着去华西街观光夜市打卡。 アーティング 接下来来到我的家 是非常简洁的家,没有家私,要利用外送赚下的钱去买 今天的京剧,我今天外送的路比环岛还长 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 驾驶跑车外送,感觉没有很大的分别 这是有外送的餐点 至于赛车模式没有特别 NPC也是比较慢,玩不玩自己决定了 总结一下,虽然赛车模式非常一般和难控 但这游戏可以给玩家体验在台湾街道驾驶的感觉 和在老街小巷穿梭欣赏街景 感受台湾生活文化,也不用长时间游玩 的确值得玩玩 希望今天一切顺,你们对这个游戏有什么评价? 欢迎留言说一下你的感觉 今次的分享完结,希望你可以按个赞好和订阅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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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